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4月4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 截止到北京时间4月3号晚上21点 在巴赫木特区北线巴赫丹尼夫卡 双方继续在村中展开小规模阵地战 控制区域没有变化 0506公路区域俄军加大了进攻 卡纳尔东侧森林区域 观察到俄军分两路在火炮掩护下进攻 205高地附近也观察到俄军在活动 这个205高地主要是对卡索菲亚尔 形成一个保护一个制高点 如果这个205高地被俄军拿下 那么这个卡索菲亚尔恐怕就在俄军的炮火之下 伊万尼夫斯基目前乌军任控制 大约10%区域 这是在巴赫木特区乌军 现在恐怕是处在下风 在扎布罗尔南线罗伯基列 双方继续互相炮击 俄军多次专甲编队进攻 被乌军无人机击退 维尔伯维西策 乌军击退俄军三次进攻 4月3号 整个阿富提夫卡区域战况比较激烈 双方战线变化不大 北侧 双方在比尔季奇南侧和东侧有交火 乌军击退俄军十多次进攻 西蒙尼夫卡南侧 俄军开始与乌军打阵地战 多涅尼基西策是俄军主攻方向 从视频观看 俄军至少组织两次专甲编队冲锋 乌军在这个方向也摧毁大批俄军装备 维尊 俄军则继续沿着M50号公路组织进攻 这是目前战场上的一个情况 2024年4月2日晚 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 达达斯坦公共国下奥卡姆斯克的联游厂 公开数据显示 这家联游厂的加工能力为870万吨 根据该指标在评级中排名为第13位 从乌克兰到联游厂距离大于1100公里 乌军用无人机袭击了远在1100公里之外的 俄罗斯的一个大型的联游厂 它的蒸馆罐被损毁 由乌军不停地炸俄罗斯的联游厂 美国的意思建议乌军不要炸联游厂 那泽伦斯基的意思是没有人能阻止他 炸俄罗斯的联游厂实际上是炸俄罗斯的钱袋子 那关于乌军炸俄罗斯的联游厂 那法国是怎么说的呢 4月2日法国外长塞瑞尔内 在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 为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的联游厂的行为辩解 塞瑞尔内表示 袭击俄罗斯的联游厂是乌克兰的合法滋味 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 他说乌克兰将在2024年上半年摧毁克里米亚大桥 在成功袭击俄罗斯腹地联游厂的背景下 幕后黑手打了个引号 是乌情报总局 正在关注另一个目标 连接俄罗斯和被占领半岛的克里米亚大桥 它的毁灭已经临近了 乌情报总局一位高级官员表示 我们将在2024年上半年做到这一点 另外乌克兰南部国防军新闻官 胡美纽克表示 俄罗斯正在为克里米亚大桥被摧毁做准备 据他驾照 俄罗斯人开始在扎布勒热和赫尔松地区占领区修建铁路 以避免克里米亚大桥被摧毁时 克里米亚被完全封锁 就是说普京已经接受了克里米亚大桥肯定会被摧毁 所以他提前在罗斯托福市到梅里托巴尔 再到赫尔松再到克里米亚修一条铁路 看来双方的已经确认无误 今天上半年把克里米亚大桥给他拆掉 俄罗斯这边也没有太大意见 内心已经接受了 这就是目前战场的一个情况 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 比利时通讯社报道 比利时国防大臣德东德尔当地时间4月3日表示 自欧冲突爆发以来 比利时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已增至10亿欧元 报道声 截至目前 比利时政府已批准了25项正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计划 4月3日白俄罗斯理想网消息拉脱维亚外交部长 卡林斯证实北约有意设立一个1000亿美元的基金向基辅供应武器 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大西洋联盟外交政策部门负责人会议上 卡林斯在回答记者关于该基金将如何融资的问题时表示 基金将来自北约国家 他说 我认为这是秘书长提出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提议 拉脱维亚外交部负责人解释说 北大西洋联盟各成员国的资金速度分配将根据特定的国家 与帮助基辅政权的GDP的份额来决定 这位政治家表示 拉脱维亚当局今年打算花费GDP的0.25%来支持乌克兰 很多国家的军费只有GDP的1% 拉脱维亚准备拿GDP的0.25%支持乌克兰 芬兰宣布向乌克兰转交第23批援助计划 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塔布表示 这一新援助计划价值1.88亿欧元 其中包括防空系统以及大口径火炮的弹药 乌克兰和芬兰还签署了双边安全协议 俄罗斯卫星通信社布鲁塞尔4月3日电 北约秘书长斯特尔腾贝格再次表示 乌克兰一定会成为成员国 这只是时间问题 问题不在于会不会 而是在于什么时候 那就是斯特尔腾贝格说 乌克兰一定会加入北约 无非就是时间问题 斯特尔腾贝格还说 如果这次俄乌战争普京赢了 北约就不需要存在 就需要解散 这个话说的够硬气 事实上也是这样 如果这次乌克兰输了 那要北约还有什么用呢 北约加乌克兰都打不过俄罗斯 那你说北约打俄罗斯加乌克兰 那不是更完蛋吗 所以这个斯特尔腾贝格说的很有道理 英国副外长加尼宣布 G7国家将于6月G7峰会之前提出没收 俄罗斯资产的新计划 第50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6月13日至 似乎是在意大利举行 他表示七国集团国家正在与欧盟委员会 紧密合作 试图寻找任何合法方案 将俄罗斯扣押的资产转移到乌克兰 这个什么G7 欧盟还有美国 还有这个这些组织 对没收冻结 俄罗斯资产 以及俄罗斯资产所产生的收益 援助乌克兰 到现在呀 叫一二不绝 当地时间4月2日 乌克兰武装总参谋部发布消息称 武武装部队士兵正在英国的军事训练场 接受英国和加拿大有关城市 作战方面的训练 该训练计划是由英国领导的 多国培训行动的一部分 自2020年6月到2023年底 已经有33000名乌克兰军人 在英国接受了培训 这个量也不小啊 这个最主要的是 他一直源源不断地在帮乌克兰培训 这个荷兰驻华大使馆发了一个微博 他说 今天荷兰将与乌克兰和欧盟委员会 在海牙世界论坛 共同主办为乌克兰恢复正义国际会议 这将成为各国拥护乌克兰 恢复正义的外交部长和司法部长 表达支持的场所 这次会议是国际社会 努力为乌克兰激起人民 伸张正义和提供赔偿的重要一步 并确定了两个目标 第一是评估在调查犯罪 起诉犯罪和协调国际社会 为此所做努力等方面 已经取得的进展 第二是进一步实现 泽伦斯基总统十点和平计划中 确定的目标 此外会议上将宣布乌克兰损失登记册 旨在为所有因俄罗斯侵略而遭受损失的自然人和法人 记录所遭受的损害损失或伤害的证据和索赔 这个荷兰啊 实际上他要举办这样一个论坛 要为乌克兰伸张正义 要为乌克兰索赔 打下基础 就等着这个战争结束 俄罗斯赔偿 乌克兰现在打成这样 到底谁来买单呢 如果乌克兰输了 那就是乌克兰和欧盟买单 对吧 如果乌克兰赢了 那就是俄罗斯买单 根据媒体报道啊 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改口称将推进对乌克兰的支持 尽管啊 这一态度转变是有附加条件 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大批武器装备 数百亿美元计军事支持 然而相关资金于去年底耗尽 由于美国党争和保守派共和党人要求把资金优先于美国国内设计 包括大约600亿美元对乌支持资金在内的对外军事援助法案 卡在了由共和党把持的美国众议院 乌克兰前线视频由于缺乏炮弹 缺少军事支持 所以对俄的战士就受损 在战线上现在处置下风 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不能再拖 非常紧迫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在法国的时候表示 他说俄罗斯在军事经济和外交上都非常弱 乌克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 欧洲已经摆脱了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我们的北约联盟更加强大 规模也扩大了两个数字 刚才说的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 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中 说他将要推动乌克兰的援助法案 当然他也要提出自己的代表 但不管怎么说 让众议院陷入僵局的乌克兰援助 出现了一次希望 为乌克兰的支持者们带来了些许乐观的情绪 这个约翰逊表示 计划在下周集中讨论一项援助方案 这是白宫和美国的盟友们 一直迫切希望众议院能够通过的 这场艰难的斗争 对于自称为福和节周日的希望大使 对约翰逊来说 无疑是一次残酷的现实考验 约翰逊强调了他希望增加到援助方案中的三项创新 第一个将部分乌克兰援助转化为贷款 第二个使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来做担保 第三个增加美国天然气的出口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密歇根州大急流域发表进行演讲时称 拜登这个疯子或将美国突入第三次世界大战 特朗普呼吁尽快把狡诈拜登赶下台 因为这个家伙连话都说不利索 且无法应对来自俄罗斯和朝鲜的核威胁 这个川普很有意思啊 他说拜登啊无法应对来自俄罗斯和朝鲜的核威胁 那川普能不能应对呢 按照川普的说法 他一上台之后 欧乌之间就会停火 那怎么停火呢 无非就是逼乌克兰 以土地换和平 换做说法就是给普京跪下 这个川普啊他认为给普京跪下 就没有了核威胁 特朗普啊说法的就是随进 不仅随进 还跟普京蓝背为奸 我们再看看这个俄罗斯国内有什么情况 但这时间4月1号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海关 在拉脱维亚和俄罗斯边境口岸 查获大量爆炸物 包括27个爆炸装置和70公斤炸药 这些装置都被隐藏在宗教画像和器具中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称 乌克兰经常通过欧盟国家走私爆炸物进入俄罗斯 以此实施破坏活动 这个怎么说呢 对俄罗斯来说这叫贼喊捉贼 反正抓住了爆炸物那都是乌克兰搞的 黑股要有乌克兰的背 实际上这也说明俄罗斯国内离大乱已经不远了 因为这些爆炸物这些武器 都可以通过这些口岸运进俄罗斯 但这时间4月2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内务部部务会议上发表讲话 普京表示 大家都清楚 目前俄罗斯正处历史上艰难时期 自苏联解体以来 那些不怀好意的人一直想摧毁并征服所剩的一切 他们自己设定了目标想要彻底瓦解俄罗斯 分裂俄罗斯并征服剩余的一切 为其政治利服 奇怪的是 有人想要为历史战内在与俄斗争中失败的行动复仇 为希特勒对俄发起的失败行动复仇 为拿布伦的失败行动复仇 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普京把美西方这些国家协助乌克兰 反抗俄罗斯的侵略 被他描绘成什么呢 描绘成这些国家为希特勒对俄罗斯的这个行动复仇 为拿布伦的征服俄罗斯的这个行动复仇 普京偏然忘记了 现在战场在乌克兰 他恐怕还在梦游啊 或者喝了早酒 这个俄罗斯人是在乌克兰战场打仗 普京希望这美西方最好是隔岸光火 或者叫袖手盘观 你们要帮助乌克兰 那就是想为希特勒报仇 为拿布伦报仇 指责称 其中一些人试图采取战 俄罗斯付出代价在内的做法 在当今讯息万变的世界中 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 有些人显然将我们的国家视为薄弱环节 他们错了 当然一些人已经认识到他们想错了 普京强调 没有人能够让俄罗斯成为薄弱环节 这种情况从未发生 未来也不会发生 我们可以做到 这个俄罗斯啊 现在本来是在排桌上 是排手 现在啊 他已经上了桌子 成了筹码 成为世界上几个大国 讨价还价的筹码 小丑啊 自己还不知道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克罗瓦啊 那更是没遮拦呢 他说 自4月3号起 特别军事行动结束 正式转入战争状态 他表示啊 战争状态针对的是乌克兰 如果美国敢参与 就毫不犹豫地攻击美国 至于其他国家 俄不用考虑他们的存在 扎克罗瓦啊 也是早久没少喝啊 美国敢参与 就会毫不犹豫地攻击美国 那什么叫参与呢 美国现在不停地攻火交游 再给乌克兰用武器 海马斯 陆军战术导弹 F-16战机 还要美国怎么参与 非得美国派兵 完了打了乌克兰 或者是俄罗斯的领土 那才叫参与吗 非得美国宣战 才叫参与吗 所以这个扎克罗瓦啊 这俄罗斯人就是嘴炮 走夜路吹口哨 自己给自己转打 嘴上喊得凶 实际上非常害怕 懦弱 他一直是欺负小国 结果这次欺负到乌克兰头上 才发现欺负错了 这乌克兰非常投铁 这一脚踢到铁板上了 这个俄罗斯的普京 拉夫罗夫 梅德维杰夫 少一谷 还有这个扎克罗瓦这些人呢 恐怕也是自说自话 也很少在一起开个会 碰个头啊 说咱们啊 捅一下口径 不要上午啊 梅德维杰夫画个红线 下午 拉夫罗夫又画个红线 晚上这个扎克罗瓦 喝点酒 画个红线 第二天普京啊 又重新再画一点 这红线都画乱了 红线都互相踩塌 都打架了 4月3号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 梅德维杰夫表示啊 乌克兰是一个随意杀害本国 和他国公民的恐怖主义国家 但即便掌握泽伦斯基 及亚索营 是恐怖袭击幕后黑手的证据 也无法将他们送上国际刑事法庭 梅德维杰夫表示啊 那该怎么办呢 是的 把班德拉分子消灭 就像苏联国家安全部 在二战后做的那样 他的意思就是动用情报系统 克格勃去暗杀乌克兰的这些领导人 泽伦斯基表示啊 梅德维杰夫表示 泽伦斯基只是个傀儡而已 杀了泽伦斯基 使美西方会很快 扶植另一个泽伦斯基上台 所以这个梅德维杰夫啊 非常这个招摇啊 口炮界的天花板 动不动向泽伦斯基发出处决令 并且说啊 将选择合适的时机动手 我们再看看啊 这个俄爹啊 是如何挑拨恐吓威胁 这个大国 观察者王啊 他专访俄罗斯经济学家 谢尔盖阿夫采夫 这个谢尔盖阿夫采夫啊 三月初北京对话 这是个论坛啊 参与举办的一次会议期间 他说啊 如果俄罗斯海外资产被没收 这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 非常不利的信号 这个非常有意思啊 就是你俄罗斯的海外资产被没收 那对中国经济是一个不利的信号 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没收这是俄罗斯的资产 怎么就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呢 现在这个美西方啊 G7 欧盟 他们都在研究讨论 要冻结或者没收 俄罗斯央行的资产 有的时候把这资产直接就转给乌克兰 有的时候把这资产产生的利益 利润给乌克兰等等 总之是要冻结和没收 那这个俄罗斯的经济学家阿富财富啊 他是什么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 莫斯科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交易室主任 他居然说俄罗斯海外资产被没收 这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信号 我想啊 他恐怕就是两个意思 第一个 俄罗斯的资产能被没收 那你中国的资产总有一天也会被美西方没收 所以这是个非常不利的信号 那么第二个意思呢 那就更加深层次了 把我额跌的资产没收了 那我就跟你啊 要么就是化缘 借一点 要么你们就捐一点 送一点 这个表示一下孝心 所以对吧 把俄罗斯的资产没收了 那叫地外损失地内补 从大国这搞定过去 所以对大国来说 这是个非常不利的信号 就只能这么理解 要不然你俄罗斯海外资产被没收 跟大国经济有啥关系啊 怎么叫非常不利的信号呢 俄罗斯是俄罗斯 大国是大国 美西方 他为什么要没收大国的资产呢 这美西方在大国的投资更多啊 所以你看啊 这就是俄罗斯 俄爹这些精英分子 他就处心极虑地挑拨 对吧 中国跟美西方的关系 先拉大国下水 这个我们再看看这个 法国总统马克龙 他是怎么说的啊 就在二月份呢 马克龙说了啊 不排除向乌克兰派兵 一时激起千层浪 叫平地一声惊雷啊 华尔街日报啊 他对当时的这个情况 做了一个更详细的报道 就在马克龙做出这个 不排除向乌克兰派兵的 这个宣言之后啊 一位美国官员表示 拜登政府担心俄罗斯 可能会瞄准任何 可能派往乌克兰的法国军队 从而有可能将法国 和其他潜在的西方国家 卷入俄乌冲突 然而 马克龙却对美方担忧不以为然 据一名知情官员描述 马克龙在会场上告诉盟国 如果俄罗斯以法国军队为目标 就没有必要让北约或美国 根据北约集体防御条款参与进来 马克龙还提到 法国曾在非洲的军事行动中出现伤亡 但并没有向盟国寻求帮助 这个马克龙的意思是 一人做事一人当 法国派兵到乌克兰 如果如俄罗斯发生这个冲突 法国不打算让美国或者北约 根据这个集体防御条款卷进来 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还举了例子 说我们法国在非洲开展的一些军事行动都有上网 但是并没有让北约参与 华人街日报称 马克龙提出派兵论 体现了他对乌克兰问题 从鸽派到鹰派的蜕变 马克龙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开始 他由对话派每周甚至每天跟普京俩保电话周 都是一个小时 咱们以前节目介绍过 就每天都要打电话 打电话的目的就是劝普京赶紧收手吧 不看身面看佛面 给我们法国一个面子 并且马克龙还一再为普京说话 泽伦斯基还没少骂过这个马克龙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但是随着战争的继续 这马克龙是越来越觉得 跟普京没有办法妥协 没有办法随机 所以法国开始支持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并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 最近一段时间 马克龙开始频繁发表对俄强硬言论 还让法国民众为俄罗斯发生更直接的对抗 可能性做好准备 根据俄罗斯塔斯社最新消息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赫罗瓦 当地时间4月3日表示 根据现有信息 为参与乌克兰境内作战 法国外籍军团在3月初 已经确定了规模为 1500人的迎级战术群的组成 预计将于4月全面做好战斗准备 部署到乌克兰 法方对此暂无回应 看样子这个马克龙啊 他不是干打雷不下雨 也不是那种只听那个楼梯响不见人下楼 马克龙是边说边做 说不定4月份呢 法国的外籍军团就进入乌克兰 普京这回啊 真的是碰到了印查 因为普京拿核武器威胁法国没有用 马克龙说了 我们也有核武器 我们的核武器更先进 所以看普京啊怎么接招 根据媒体报道啊 俄罗斯国家银行流动资产 只剩下3万亿卢布 自2022年2月以来 就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啊 普京当局已经耗尽了超过50%的流动资产 就是已经花掉了4.7万亿 俄罗斯越打越负 这只是一个假象 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